經濟部長郭智輝日前表示 經濟部正在跟日本洽商 在日本當地設立科學園區 我們請教寬力量國際顧問何博傑 過去臺灣在先進半導體 先進晶片佔比相當高 如果整體來看大約是五成水準 而以先進制成佔比又是八成以上 因此你怎麼看日本在建立科學園區 這樣一個策略的方向 是不是會帶來什麼樣的利多 我們怎麼解讀 另外這是否會影響到臺灣 既有的群聚效益的優勢 請教您看法 我覺得針對這個議題 就是說臺灣的科學園區的經濟規模 如果可以複製到 比如說日本或者是美國 甚至是歐洲 我覺得長線來看這樣的策略 是好的是正面的 怎麼說呢 其實對臺灣來說 臺灣很多國內的規模比較小的廠商 在台積供應鏈裡面的這些廠商 他要出海 其實他其實找不到一個門路可以出去 他必須以往都是靠自己的資源 單打獨鬥 那我覺得這個郭智輝部長上任之後 他以往是 從越集團的核心人物 他是董事長 那當對方對方國家已經有科學園區的建制的話 不管是水電或者是政府的補貼 稅收或者是當地的人才 這些資源可以就位的話 我覺得對臺灣的業者來說是一個國際化的非常好的一個舞台 那我想您剛剛提到以日本作為一個 為什麼是日本呢 因為其實從越跟日本的關係非常的好 他其實跟信越集團 你非常多信越集團的這些高階半導體的材料 那以日本為這個範例 如果日本可以做一個臺灣的這個科學園區的複製 比如說現在在熊本 在九州這一帶 如果可以做出來一個cluster的話 那我覺得對臺灣的業者來講是非常好的 臺日合作的交流 日本還是做高階材料 臺灣這邊可以用設備 或者是其他的產物來支援 他會變成一個非常有力的一個台日的一個聯盟 那一旦日本這邊做起來之後 接下來可能可以到美國可以到歐洲去 主要還是跟著台積電擴廠的腳步 那當然台日的文化是比較相近的 雖然語言上面還是有一些需要翻譯 有一些隔閡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如果台日做得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模式也可以複製到美國去 也可以到歐洲去 那我想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如果我們這個時候不好好的利用這個國際化的這個布局的話 很有可能變成是其他業者的機會 我的意思是這樣講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今天日本有遞出了這個這樣的一個計畫 如果我們沒有去響應的話 很可能就是日本當地的廠商自己就做起來了 那這對於台灣企業來講 我就喪失了一個新的一個出海口 或者是新的一個生意 那我覺得這是蠻可惜的 但是所以我是蠻看好這樣的一個策略可以成形 那至於說為什麼台灣 您會提到說會不會台灣的這個 產業聚落就喪失了競爭力呢 我覺得倒不會因為先進製程還是留在台灣的 我想這一波從大陸這邊 大陸投資其實大部分都已經都已經暫停了 很多高科技廠把大陸的廠房都已經處分掉了 所以他們這些資金是回流到台灣的 所以其實台灣還是以先進製程為主